香港的空氣問題一向都很嚴重 而近期還有催淚煙入屋的情況 令到家裏有草物的主人都很擔心 不如我們一起問專業的獸醫可以怎樣做 是不是有獅子 其實催淚煙入面的化學成份 對人或動物的影響都差不多 會刺激動物各個器官的黏膜 包括眼睛、鼻腔、口腔和肺部等 受催淚煙所影響的動物 有機會出現流眼水、咳、眼眶紅腫等情況 而且眼睛會因為有機會痛 而無法打開眼睛 嚴重的甚至會出現流口水、呼吸困難 甚至嘔吐 一些懷有心閉器管疾病的動物的情況 可能會更加嚴重 或愁上眼督不正確認 或愁上眼督不正確認 或不愁上眼督不正確認 像酒店 要在短髮行動物的動物 或不愁上一看 但不愁上眼督不正確認 期待會較再試驚來 而不愁上眼督不正確認 從不愁上眼督不正確認 不愁上眼督不正確認 盡量避免在寵物附近装香、食煙或點噴噴 亦可以選擇有淚網的空氣清新機 當然暫時亦沒有研究證明空氣清新機對動物的健康有絕對幫助 而且亦可以勤常清潔家裡 減少塵埃或污染物的積聚 如果已知有氣管問題或過敏體質的狗仔 就避免帶到一些人多、車多的地方散步